金福泉62岁 离异 住房面积30平米 退休金2900元 这是我姑娘 十月份结的婚女 今年十月份结的婚 我姑娘现在教那个 属于高中老师 你姑娘是高中老师啊 对 是我姑娘的名 她给我交那个房贷 买多长时间呢 买两年了 但我这个好像也是个老房子 对对对 那你自己的房子呢 我自己的房子就一间 在那个辽宁 不是 辽阳路 提起唯一的这个女儿 新大哥语气里 是满满的自豪和疼爱啊 女儿也很孝顺 给老父亲换了这个大房子不说啊 还特意养了只小狗陪着新大哥 就怕他离婚后一个人孤单 之前是哪个那个 唐瓷场 就是西长路那个 那个安大街那块 有一个唐瓷场 就是做 做 做 唐瓷盆 这些东西的吗 唐瓷盆 就那个以前的那种唐瓷那种盆 对对对对 那你是负责什么呢 喷花 网上喷花 对 我二十八就几乎了 过来挑去也是和一个单位找了那么一个 哎呀 这他追的恋爱 哎呀 只有半年吧 我们家确实挺困难反正他家条件能好点 完了就总就是吃饭的时候就体贴我 他吧本身我就没想着我 他个小啊他才一米五十多点 我一米七十二 但是呢追来追去的行啊就这么的 就以后过日的时候也不错 这眼也不错 咱也不能说离婚了就说人家不好 是不是 新大哥说他和前妻都是长春市唐瓷场的职工 彼此呢知根知底儿 虽说前妻身高是矮了点儿 但是其他方面还真挑不出别的什么缺点 婚后的日子啊过得也算顺心顺意 要不是十年前前妻突然的性格大变 新大哥的晚年生活也不至于形单影枝了 都说他是更年期 五年都不跟一块儿 一人住一人五 没兴趣 没兴趣 烦 就烦这事 告你了 我就不想 就不想 瞪了眼睛就 我就不想这事 更年期你不能总更请你完呢 这都十多年了 这年 你更个五六年咱也行啊 就是说 从四十八岁就更 更到现在 我们才离婚才一年多了 你不能更这么长时间呢 他提的 不是你提的离婚了 我提的他能啥也不要 他啥也就这么走了嘛 说良心话 我也不想离开 我原先有一段我还得 我还得跟他 他想 不行 不行 就是说不通 就是他也嫌我脾气不好 用新大哥的话说 都做了半辈子夫妻了 自己也忍了整整十年 眼瞅着到晚年了 他也不想走进离婚这步 可是前妻那边态度很坚决 明可净身出户 也不想再跟新大哥过了 新大哥说 身为男人 他只能选择放手 再找老伴 自己这回可得好好把握了 我们农村的了 上熬的了 这个各方面 主要人差不多过得去都行啊 根据我的这个条件 你就差不多就 也别整得太漂亮了 我的妈呀 我的羊 我这笨咖的 眼睛在项目中 这玩意肯定也 玩意到一起就是缘分 不仅在择偶要求上 新大哥明显有点没自信了 看来啊 得帮他找一个体贴细心 又善解人意的女人才行啊